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 所有遵守安息日的 也求神大大的施恩怜悯 遵守安息日的 求神大大赐福各位 上午也同样跟大家谈这个苦难的认识 上午和大家谈论苦难的认识 耶稣亲自这样说 耶稣亲自这样说 说我所喝的苦杯 我所喝的苦杯 你必定要喝 你必定要喝 这句话 就是表明了告诉我们 我们都会受到苦难的一种操练 但是苦难它是要来熬练我们人 让我们的心能够走到主的正路上面 当我们愿意去面对的时候 苦难的临到 苦难的临到 操练到我们身上 操练到我们身上 是一种好处 是有好处 并且帮助我们 也帮助我们 能够体验神的心意 在苦难的课程里面 在苦难的课程里面 就会有很好的成长 最后就会看到得永生 得赏识的这种福气 最后会看到得永生 得赏识的福气 所以上午跟我们大家分享了 两个苦难的认识观 所以早上和大家分享了两个苦难的认识观 苦难会操练我们的圣洁 苦难会操练我们的圣洁 借着苦难 我们在神面前做调整 让我们的身心达到圣洁的地步 这是第一个好处 第二个好处呢 苦难会操练我们的心智 我们特别用丹尼里和他三个朋友的信心见证 来特别以丹尼里和他三个朋友的信心见证 跟大家做这样的分享 同大家做这样的分享 在苦难的操练中 在苦难的操练里面 丹尼里立志 从吃的上面保守圣洁 丹尼里立志在食的上面 来保守圣洁 结果三年的操练 结果三年的操练 神与他同在 神与他同在 做到巴比伦王的总理 他做到巴比伦王的总理 也做到波斯马代国的宰相跟总长 也做到波斯马代国的宰相 神让他高升 他的三个朋友 也就是以色列的三个青年 就是以色列三个青年 打死他们立志 不拜巴比伦王所做的金像 他们立志不拜巴比伦王所做的金像 打死他们都不拜 这种心智 在苦难中真的是很强烈 这种的心智在苦难中是很强烈的 所以苦难的操练 所以苦难的操练 让我们重拾一个吃苦的心智 让我们重建一个食苦的心智 结果他们虽然被丢在火炉中 所以虽然他们被丢在火炉中 但神显现与他们同在 但神显现与他们同在 后来国王叫人把他们又带出火炉中 后来国王吩咐人将他们丢在火炉中 没有任何烧的味道 毫发无伤 这就是因为在苦难的操练里面 因为在苦难的操练里面 把持着只有敬拜天地万物的主 他们把持着只有敬拜天地万物的主 不跪拜人类 也不跪拜人所造的偶像 也都不跪拜人类所做偶像 所以神替他们开了一条路 所以神为他们开一条路 让他们能够在苦难中 得到很好的成长 比如他们在苦难中有好好的成长 这都是很好的见证 把这些事迹摆在圣经里面 将这样的事迹摆在圣经里面 它不是虚构的 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也要我们这样做 那我们现在要来谈另外三个 在苦难的操练里面 会给我们什么样的意义和好处呢 给我们什么意义和好处呢 我们首先要谈的 我们首先要谈的 苦难操练忍耐 苦难操练人类 我们一起来看雅各书 我看雅各书 雅各书的第一章 雅各书的一章 雅各书第一章二节到四节 二到四节 雅各书一章二到四节 第二节 我的弟兄们 你们落在八般的试练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 经过试验就生忍耐 但忍耐也当成功 使你们成全完全被毫无缺险 在这里雅各长老 在雅各长老 他特别教导当时的信徒 特别交代当时的信徒 因为有很多的患难和操练 有很多患难和操练 但他劝民说要大大喜乐 但是他勸勉要大大喜乐 这里讲了 我们人的信仰要经过试验 人的信心要经过试验 试验之后就会伸出忍耐 试验就会伸出忍耐 但忍耐也要成功 但忍耐也要成功 那这种信仰才能够达到主面前 这里的信仰才能够达到主的名字 这里讲到试验 这里讲到试验 那另外一个意思叫做考验 另外一个是叫考验 我们最多的考验从哪里来 我们最多的考验从哪里来 其实就是从患难的这些操练来 但是从患难到来的 但这里讲到 苦难要操练我们的忍耐 苦难要操练我们的忍耐 我们对主的一种信仰的忍耐 我们对主信仰的忍耐 我们这种信心坚持的忍耐 我们信心坚持的忍耐 就是借着苦难 来操练我们 来操练我们 那忍耐说起来 忍耐说起来 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也就是指着信仰成功的一个主要因素 就是信仰成功的一个因素 这里有讲到 当我们信心信仰受到苦难操练的时候 我们信心信仰经过操练时 我们就要拿出忍耐来 我们就拿出忍耐来 但是这个忍耐不是一秒钟 这个忍耐不是一秒钟 不是短暂 而是你活着的时候的一个 长时间甚至一生的忍耐 是长时间甚至一生的忍耐 但这个忍耐它的结果是要成功 但它的结果是要成功 所以这样看起来 所以看起来 忍耐是信仰成功的一个主要因素 忍耐是信仰成功的一个主要因素 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的十三章 我看马可福音十三章 马可福音十三章 马可福音十三章 十三章的十三节 十三章十三节 明明虽然被众人恨恶 你还是要忍耐 这个就是讲着了 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在世界的生活里面 有人不了解我们的宗教信仰 不了解我们的生活原则 所以会觉得我们的生活很奇怪 比如说不能喝酒 不能赌博 不能去召妓女 不能行不义的事 甚至不能享受暂时最终之乐的那些重情 比如说跳舞来讲 也不可以去重情 例如跳舞 很多人不能谅解 很多人不谅解 会说奇怪 你们信主啊 什么快乐都没有 他不懂得 因为这些事情 会导致我们离开神的道理 放纵我们心里的情欲 然后就最后进到犯罪的生活里面 所以我们只是 能够不要再进入犯罪的门 这个地方就不接触了 所以在进入犯罪的门之前 我们就不去接触他 有一个刚刚受洗的弟兄 有个刚刚受洗的弟兄 他是很会赌博的 他很懂赌钱的 结果有一天 结果有一天 他骑着车子 他骑着车 刚好到了一个路边 车坏了 故障了 刚刚车坏了 他就叫人来修理 他就叫人来整车 他就看看旁边 刚好那个赌场在那里 他心里想 我受洗了 不会赌了 他说我受了洗 我不应该赌了 他本来告诉自己 他本来这样同志 我以后连这个门也不要打进去 我以后连这道门 我都不进去 但是他心里想 但他心里想 我是大人 我大人 车子又坏在这里 车又坏了 我等人来修 有一点时间 有点时间 不如我在门口看一看就好了 我只是去看一下 结果在门口一看 他见到门口一看 又记得那个赌徒 认识的在里面 以前认识的一些赌偶 你来来来来来 看一下 来来来来 一起进来 因为他的赌数很高 因为他的赌数很高 他几乎赌博 有一半会赢 超过一半的skate 他都会赢 那已经很强了 已经很厉害了 很多人赌十次输九次 他赌十次还赢五次 他十次还有赢五次 所以大家认识 他赌数很高 大家认为他赌数很高 朋友一叫他就去里面看 朋友一叫他就进去了 一看 怎么打得这么差 你怎么打得这么差 你这个要这样打才好 你这样才打才行 怎么讲讲 他说不来不来 我上来打 我帮你打 我帮你打 我不会看你们 我自己打 结果在桌上 还没有打一圈 还没打一圈 他整个就抽筋 他整个人抽筋 他就从椅子上掉下来 从灯上掉下来 口涂白沫 口涂白沫 这个时候 人家都吓到 大家都不怕 才刚刚摸麻将的东西 他刚刚坐下才摸到麻将 他就在那边抽筋 身体僵硬 又叫得很大声 身体僵硬 还叫得好听声 他心里很清楚 他身里很清楚 我本来不应该进来这个门 根本不应该进来 不能再摸这个东西 更何况还去碰他 他心里悔改 他心里悔改 一悔改以后 马上就好起来了 他不讲话 他不讲话 就往外面走了 就出去外面 刚好车子修好了 他已经把车子也开走了 刚刚车已经整好 他就去駕駛 他就说你怎么走了 他心里很清楚 他趕快跑到教会 他立刻赶回去 教会还没有开始 一个人在那边 很用心祷告 好大声 传道问 你怎么今天突然 发起热心祷告 怎么用力 那么快起热心 好过那么用功 哎呀 我刚才不小心 又进去那个门 刚才我不小心 又进了那门 传道就说 传道说 哎呀你既然信主 你要拒绝那些事情 你就要拒绝这个事 断绝罪恶的事 你不要再被他受迷惑 不要被他受迷惑 所以你要 这个你也是要忍耐 这件事你都要忍的 等到你真的很稳 这个事情对你没有影响 你也不会再想 你根本就不用忍耐 你根本就不用忍耐了 你根本就不用忍耐了 你还会忍耐 你还会忍耐 表示你还有那种贪恋 代表你还要有贪恋 表示你还不稳 代表你还不稳 但是在苦难的操练里面 要成功 忍耐最重要 忍耐最重要 所以这里主要是说 一个人一生忍耐到底 必难得救 一个人一生忍耐到底 必然得救 我们有很多 会违背神道理的事情 有很多会违背神道理的事 对 我们就是忍耐不住 做了对我们没有意志 反而犯罪 得到神的愤怒 得到神的愤怒 所以真实的信仰 它是经得起 时间和环境的考验 你信主多久 你就是这么有热心 你就是那么爱主 你就是爱祷告 你就是爱读圣经 你就是爱服侍主 你就是爱聚会 你就是爱聚会 多时间怎么久 无论多久 你不会影响 不会改变 这个才是真实的信仰 那才是真实的信仰 环境不管是富有也好 无论是富有 贫穷差异的也好 贫穷差异的也好 顺利也好 不顺利也好 不顺利也好 这个环境的考验 这个环境的考验 你真实的信仰 也是要度过来 真实的信仰都要度过 你富有也是真实的你 你富有也是真实的你 贫穷也是真实的你 你贫穷也是真实的你 你一样在神面前 还是一个真实的你 在神面前都是真实的你自己 你就经得起考验 你要经得起考验 我们能这样吗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你一个人独处 你一个人 你很安静 独处 你很安静 独得灵修祷告主 你可以灵修祷告主 那你跟朋友在一起 你的灵修还能够这么安静吗 你的灵修可不可以都是这么安静 你的讲话 你的做事 你的玩法 你的玩法 能够敬畏神吗 可不可以敬畏神 如果还是一样能 如果是一样的 感谢主 你还是一个真实信仰的人 所以站在神面前 所以站在神的面前 真实的信仰才能够建立 真实的信仰才能够夺旧 才能够得救 我们来看哥罗西书一章 我看哥罗西书一章 请看哥罗西书第一章 看哥罗西书的一章 23节 哥罗西书一章23节 新约284年 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 贪心 根基稳固 坚定不宜 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 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 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 我保罗也作了这福音的执事 保罗亲自用他自己的见证 来劝名哥罗西教会 保罗他的确做到 保罗的确做到 他一直这样努力 他也都这样一直努力 我们有时候会勉励人 但是你在勉励的时候 你讲出去的话 你自己要横过来问自己 你做到了吗 你叫人要有信心 你叫人要祷告 你叫人要多亲近神 但是你有亲近神吗 常常聚会吗 自己要问自己的 不然你那个道理很没有力量 保罗在这里 他亲自这么做 而且也朝这个方向努力 也朝这个方向努力 一个真实信仰的人 一个真实信仰的人 他的忍耐所表现出来的是什么 他忍耐所表现出来的 就是在所信的道理上面 恒心忍耐 就是在所信的道上 恒心忍耐 根基稳固 不摇动 也不轻易地被引动 离开福音的盼望 也不会轻易被引动 离开福音的盼望 我们常常会受到苦难的操练 有时候会觉得很迷惘 有时候觉得很挣扎 有时候觉得很挣扎 但是你最后的决定 不管这个过程怎么走 你最后的决定就是 不能离开福音得救的盼望 让你真实的信仰 能够表现出一种恒心的忍耐 就算不愿意 就算不想 但是你还是要用始祖的忍耐 站在主的道理上面来过你的人生 你仍然用十足的忍耐过你的人生 你这样最后才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份 这样最后你才可以在基督耶稣里面有份 我们来看希伯来书 去看希伯来书 第三章 三章 十四节 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 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 就在基督里有了佛 这里讲得很清楚 这里讲得很清楚 希伯来书是针对 这个 当时 教会受逼迫 信徒流散在各处 那变成要自己顾好自己的信仰 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 就特别这样劝勉当时的信徒 你们要把起初确实的信心 你将起初确实的信心 不管是跟着耶稣学的 还是跟着祂的使徒门徒学的 或者跟祂使徒门徒学的 你们要把起初确实的信仰 坚持到底 不论环境患难怎么样的逼迫操练 一定要坚持到底 你最后在基督里面才有份 有时候会这样想 我们现在几乎没有什么大患难 基本都没有大患难 没有人阻挡你来信主 也没有人阻挡你不进来教会 没有人阻挡你不做圣工 没有人阻挡你不做圣工 我们没有这样很大的患难事业 我记得 我听到很多在国内过去的见证 我听过很多以前在国内的见证 那个要聚会都是用晚上 偷偷摸摸的 要受洗也是用晚上 受洗的时候都是这样 如果受洗很多人 大家就密密通知 大家就慢慢通知 然后从不同的方向走到河流的附近 也不能走在一起 很多人会被查问 我就这样黑黑的受洗 是黑黑的受洗 那受洗完大家又赶快 各自走各自回到自己家里 结果大家还是这样来守住信仰 堅持到底 以前台湾早期也是一样 以前台湾早期都是这样 你来信主 你来信耶稣 全部落的人要打你 很多人会来打你 受洗也是晚上受洗的 在哪里聚会 在河边聚会 因为你在那边大大声讲道 都没有人听到 在那边暗所得圣灵 那边暗所得圣灵 因为河流大声听不到 大家就从不同的地方拿着灯火 用竹子里面装油 这样走一两个小时去河边聚会 大家用油灯走路 晚上走一两个小时去河边聚会 是这样的遇到烦烂来建立信仰的 但是我们现在不是 太舒适了 到底是什么不让我们聚会 是自己 体贴软弱 明明可以聚会 哎呀我下班7点 累了 跑回去了 哎呀我本来可以聚会 晚上放高7点 那种心智忍耐不够了 那种心智忍耐都不够 好像台湾9一大地震 好像台湾911 有一个教会 几乎250个人 聚会有250人 有一个教会 有一个教会 我负担了四间教会其中一间 是我负担四间教会其中一间 250个人 250人 地震后隔几天 参加的人数多少 参加人数多少 四五百个人 差不多四五百人 我很多不认识 很多我都不认识 我以为这么多目道者 我以为这么多目道者 一问 一问 传道我也是信徒 传道我也是信徒 我只是二三十年没来 至少几十年没来 你为什么来 为什么不来 世界末日到了 世界每日来了 摇一摇 真的可怕死了 摇一摇就吓死人 如果是这样 宁愿一个月摇这么大一次 不错 大家都来聚会 如果这样每个月摇一次都挺好 我们不要等到这样 其实我们不需要等到这样 我们现在很自由 很民主 你要把握住跟神亲近的机会 你要把握同神亲近的机会 你不要以为你不会遇到苦难 你现在很好 没错 人世间变化很大 但是世界变化很快 很难讲 很难讲 不要等到那时候 所以这个苦难 它的操练 这些让我们坚持到底 把信仰最好的状况 一直坚持到最后 一直坚持到最后 你才能够在基督里面有份 你才能够在基督里面有份 我们的主耶稣 真的是真实的主 照个人的来报上个人 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 你要忍耐到底必然得救 你要忍耐到底必然得救 主耶稣都这样讲 我们没有理由反驳 更没有理由不相信 正常将来努力 要这样努力 忍耐到尽头 其实神会帮我们开一条路 其实神会帮我们开一条路 有一些人会跑来找我 有些人会来找我 转到啊 转到 祷告我都祷告啦 祷告我都祷告过 聚会我也聚会啦 聚会我都有来 奇怪 神没有听咧 为什么神没有听我说 我还是很痛苦 我还是很痛苦 我的患难还没有解决 我患难没有解决 我们不要这样想 我们不要这样 神给每一个人的操练 到什么样的程度不一样 时间长短不一样 只问你准备好了吗 你在这个患难的操练 你学到什么东西 你学到什么 那才是宝贵 对你的生命 对你的信仰 对你的人生 到底有什么样的学习 这个才是重点 你学不会 看不到 神要怎么为你开路呢 其实神应许啊 我们所受的重担患难 我们受的总担患难 不会超过我们能力的 不会超过我们的 终于终于 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的 并会跟你开一条路 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 我们看哥林多前书 第十章 十章 第十章的十三节 你们所预见的试探 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神是信实的 必不叫你们受试探 过于所能受的 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在原文里面 在原文里面 当我们出现中文翻译 试探或试验 两个字 当出现中文里面 试探和试探 两个字的时候 其实都是同一个字 所以 这个也就是告诉我们 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操练 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操练 其实 神 终于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 神始终会为我们开一条路 只是你能忍耐等到这一刻 还是等不到你在之前就放弃呢 或者跟罪恶妥协呢 这两种都没有办法到主那边 所以忍耐到尽头 神会为我们开一条恩典的道路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 曾经就碰到一个这样的目道者 曾经见到这样的目道者 他爸爸是某个教派的宗教领导 他爸爸是某个教派的宗教领导 但是这个目道者小姐她家人以后 但是这个目道者小姐她家人以后 她的生活很苦 她生活很苦 家里的娘家也没有什么关心 娘家也没有什么关心 就有一天 她来到我们教会听到你 她来到我们教会听到你 她很认真听 她很认真听 她就觉得我应该要来这里 她觉得我应该来这里 过去在爸爸的教会根本听不到什么 以前在爸爸的教会听不到什么 觉得信仰没有什么体验 结果信仰没有什么体验 她一来没多久 来了很久 她就得到圣灵 她就得到圣灵 教会都很高兴 教会很开心 哇 操练就来了 结果操练就来了 患难逼迫就来了 患难逼迫就来了 有一次在台上领会 有一次在台上领会 她爸爸就坐到最后一排 她爸爸坐在最后一排 弟兄的最后一排 两手就插在那边 两个脚开得很开 一刻就是很骄傲不尽情 一副就是很骄傲不尽情的样子 我们在台上领会 也是告诉自己不能生气 我们在台上领会都听自己说 看到这种人来 见到这样千万不要生气 安静安静慢慢讲 慢慢讲 然后一直到最后就祷告完了 到祷告完了最后 祷告一结束 祷告一结束 爸爸就站在她女儿的旁边 他爸爸就站在女儿的旁边 就这样子当场抓头发 就拖着出去到教会外面 在外面打 当场就扯着她的头发 扯了出去教会外面 那个是礼拜六早上 星期六早上 我心里想 我现在还有这种人 宗教都自由了 宗教都自由了 他也嫁人生了几个孩子 他很痛苦 他很痛苦 他找到真书教会 他当生理他很快乐 得到圣灵他很开心 他说只有真书教会真的有神 真耶稣教会先有神 结果这个时候爸爸出现 这个时候爸爸出现 那我跟几个负责人 就在外面 就站在他旁边 他还是照打 我和几个负责人 站在他们旁边 他竟然都继续打 打他的女儿 他女儿就讲话 他女儿开始讲话 我这么痛苦 你们不来看我 我这么痛苦 你们不来帮我 那我找到了 真书教会有神有圣灵 我找到真书教会有神有圣灵 为什么你要阻挡我呢 为什么你要阻挡我呢 因为你还要阻止我呢 爸爸你放 你放我吧 爸爸你放过我呢 让我的信仰自由吧 让我有自由信仰 我们在旁边听得很感动 我站在旁边都觉得很感动 爸爸还是照打 你看讲 打了几下 嘴巴都肿起来这么大 打了几下 看见他嘴都肿起来 眼睛也被他打到 眼睛都打到 但是我们几个站在旁边 我们不能放过来打他爸爸 我们是站在旁边 又不能出手打他爸爸 我们就心里冒倒 他心里冒倒 所以就告诉他 你先跟你爸爸回去好了 他说我不回去 我不回去 我就这样被拉 他真的被扯回去 我请两个弟兄 就跟着他 一直到他爸爸的家 我请两个弟兄 一直跟他 去到他爸爸的家 然后 请信徒又回来教会 我们再为他打告 信徒来到 大家一起吃中餐 大家一起吃中饭 我心里就想 在传道房里面 大概他不会来了 大概他不会再来 刚来教会 102回得胜利 他爸爸就跑过来 无缘无故打 他爸爸就无缘无故 跑过来打滑 他容易打断骨头 那种打法 很容易打断骨头 所以我心里想 他大概不会来了 我觉得他应该不会再来 但是求主廉命 帮助他 让他不要那么受苦 希望他不要受那么大的痛苦 结果我们下午一点半 我们是两点聚会 结果一点半祷告 一点半祷告 一点半祷告 我突然听到姐妹 前排声音这么大 好像很面熟 这几天来目到的那个 结果前面 姐妹有个祷告很大声 好像刚才那个女生 她来了 真的她来了 我现在想不通 我就是想不通 有时候我们信徒懒斗 不忌讳 你一叫她来都很困难 有些信徒懒斗不聚会 你叫她来都很难 都被打得快半死了 还要来 这些被打到半死了 还要来 我在祷告的时候 我就感动流泪了 我吐过的时候都感动流泪 一个目到者 一个目到者 被打了 被打 我看她的那个脸都肿起来 我见她的脸都肿起来 她的脸都肿起来 她的头上面还有一个包包 可能也有用木头打 她头上面都肿了个扭 可能用棍打她 她还是来 她仍然来 多几个这样的信徒 教会一定会发展 要教会有多几个信徒 一定会发展 但是我们今天太安逸了 但今天太舒服了 自动不来 自己都会不来 自动不爱主 在比起来差太远 实在比起来差太远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 她真的很坚定要来 她的父亲就不管了 她和爸爸不来 感谢主 她悟到一段时间 感谢主 过了一段时间 过了半年 她就带着孩子一起来接受死 她带着孩子一起来 一路接受洗礼 你在为他们这一家洗礼 所以我心里很感动 包括一家洗礼的时候 我很感动 现在还有这样的人 现在还有这样的人 被打 被打 甚至 连骨头都要被打断 我觉得她还是人 她仍然是人 借着这种苦难的操练 还是抓住神 她仍然抓住神 真的感谢主 我真的感谢主 这种人才符合 主耶稣所说的 忍耐到底 必然得救 最可怕就是 人太安逸 最可怕就是 人太安逸 没有什么 又没有什么 自动就不亲近主 这才可怕 因为她心已经被迷惑 她心自信仰的力量 忍耐力也不够 她心自信仰的忍耐力也不够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 苦难会操练我们人的忍耐 但是最后目标是得救 我们来看第四点 苦难操练我们的爱心 苦难操练我们的爱心 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八章 我们来看罗马书八章 罗马书的第八章 罗马书的八章 第八章的三十五节 八章的三十五节 新约二百十八年 三十五节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难道是患难吗 是困苦吗 是逼迫吗 是饥饿吗 是赤身露体吗 是危险吗 是刀剑吗 我们再来看三十七节 再看三十七节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事上 已经得胜有余 在这里保罗提出一个问题 谁能够使我们 跟耶稣基督的爱隔绝呢 谁能够使我们 跟基督的爱隔绝呢 如果我们不再爱主 如果我们不再爱主 我们不再那么热心 不常聚会 不常聚会 不热心服侍主 不做福音的使者 那你爱主的心已经淡了 你爱主的心都淡了 那是什么 把这种关系给冲淡呢 什么令到这些关系冲淡呢 所以你说 患难吗 患难吗 困苦吗 逼迫吗 饥饿吗 饥饿吗 贫穷就是赤身露体 贫穷就是赤身露体 是危险吗 是危险吗 是刀剑吗 但是我们发现 现在就是生活太安逸 是生活太安逸 所讲究的是现实的人生 是讲究现实的人生 公义的主义 所以就跟主接近很少 就跟主接近少 为什么让这些事情 阻隔了我们跟主义之间的爱呢 为什么用这些东西来阻隔我们 和基督的爱呢 所以有时候人遇到苦难的操练 才会开始想我爱主吗 才会想起我爱不爱主 才开始想把我们冰冷的爱心 又再重新发出来 一个真实的爱心 他是经得起考验 神也操练亚伯拉罕的爱心 自从那一件事操练以后 我们看到神把完全的应许 祝福全部都实现在亚伯拉罕的身上 和他的后裔 我看到神将完全的祝福应许 降临在亚伯拉罕和后裔身上 就是献他的独生子以撒 就是献他的独生子以撒 祂说你把你的儿子献给我 带到摩利亚山上 准备柴火把他绑好烧掉 准备柴火把他烧掉 这个讲起来很无情 这个讲起来怎么神出而烦恼 你要给我怎么现在要收呢 你说你要让我将来 那我这个独生子 你却要把它拿走 要把它当作献祭了 我独生的子 你竟然拿去献祭 但他没有这样的满宴 但他没有这样的满宴 他顺服安静地这样做 一直到准备要点火 把以撒烧的时候 准备点火 要把以撒烧的时候 神的使者出声音 神的使者出声音 不能这样下手 神是考验你的 神只是考验你的 你已经通过了 已经预备好一只羊羔在旁边 就拿那只羊羔 杀了在彩虹上面献祭 神就完完全全地相信 肯定亚伯拉罕 神就完完全全相信 肯定亚伯拉罕 你把你最爱的都可以舍得给我 你把你最爱的都舍得给我 所以亚伯拉罕的爱心通过了 所以亚伯拉罕的爱心通过 想到这里 想到这里 我们的爱心有多少 我们的爱心有多少 有时候我们爱自己很多 爱我们所爱的事很多 分给主多少 分给众弟兄姐妹多少 分给众弟兄姐妹多少 分给教会多少 分给教会多少 我们要去想一想 其实有时候借着苦难的操练 让我们做一个调整 比如说下个月领恩布道会 这是教会的大圣会 你如果把它看得很重 因为要领圣餐 没有人要接受洗礼 有人要接受洗礼 神救恩的恩门这样子打开 这个圣会比任何世界的会议 种种的事业事情还要来得重要 你看到重要你就要参加 不能忽略这个机会 不能忽略这个聚会和时间 而且带领朋友一起来参加救恩的宴 没有理由可以把爱主的心给淡薄 没有理由可以把爱主的心淡薄 所以有很多事情的 在冲突的时候 你要做一个很好的选择 这就是考验你的爱心 你是爱主还是那件事 还是爱你的贪婪 其实这个在神眼中看来是很严肃的事 其实在神眼中是很严肃的事 不要常常患这种毛病 懂得就立志 要好好地来去爱主 知道就要立志爱主 好好做这件事 保罗他也深深地体会这样的见证 保罗也都深深体会这件事 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六章 第六章的十七节 六章十七节 加拉太书六章十七节 新约二法十七年 从今之后 人都不要搅扰我 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人气 这里我们通常会忽略这一句话 通常我们会忽略这一句话 保罗对加拉太教会说 从今以后 没有任何人可以搅扰我 从今之后 没有人可以搅扰我 也就是不能影响他改变他 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 因为我带着耶稣基督的人气 这里讲的印记 不是讲圣灵 不是讲圣灵 是讲的什么 是说什么 受苦难的记号 是受苦的记号 他把苦难的记号当作是恩典 他把苦难记号当作恩典 真的很苦 是很苦的 如果没有保罗的心智 如果没有保罗的心智 当时要做传道是很难 我们看他受苦的苦 我们来看格林多后书十一章 看格林多后书十一章 格林多后书十一章 二十三节 二十三节 二十三节这里说 因为有人质疑保罗的职份 使徒的权柄 所以保罗就在这里做一个分辨 你说那些人忠心 我也忠心 你说他们是希伯来人 我也是希伯来人 你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 我更是 保罗他说我可以这样来夸口说话 他为什么这样讲 原因在下面 我比他们多受的劳苦很多 我下过监牢几次 我被鞭打过重 甚至差一点死 这个是为了福音的工作 人坐牢都是犯罪去坐牢 他不是啊 是为了福音被鞭打 你看那个鞭打的次数实在很可怕 二十四节 他们鞭打他五次 但是每一次是怎么算呢 每一次是怎么算呢 每一次是四十下 每一次是四十下 一次是四十下 但是那个四十下怎么算 那四十下怎么算 第一次打四十 一次里面 最先打四十下 一次里面还有循环 再来打三十九下 再来循环打三十八下 再来再打三十八下 这样算的呢 那总共五次 总共五次 你看看你如果爱美丽的人 如果你喜欢美丽的话 那皮早就已经烂掉了 我快提早就烂了 你还敢为主这样付出吗 你还敢为主这样付出吗 他这里说被石头打 甚至啊这个行路的时候遭江河的危险 道解的攻击 外邦人的这种围剿 外邦人的危险 抗野的危险 海中的危险 他真的是身上背负了神给他受苦烂烂的记号 他身上真是背负了神给他为了受处的力量 他经历过这样的操练 他爱主的心更加坚强 所以他说 主的爱激励我 主的爱激励我 他所有的想法 他所有的想法 所有的讲话 所有的讲话 所有的动作 都是主的爱激励 都是主的爱激励 所以他说是主 所以他说是主 爱我为我舍己 借着苦难 借着苦难 都施向主的爱 也激发我们的爱心 也都激发我们的爱心 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 他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 我曾经负担一个教会 我曾经负担那个教会 那个教会 盖了两栋 那个教会建了两栋 那大家 忙自己的世界 大家都忙自己的事 但是有一个执事 那个家庭 但是有一个执事 他跟他几个孩子讲 他跟一个子女讲 我们要一起盖教会 我们要一起建教会 其他信徒忙世界 我们也不要 一定要他们怎么样 如果他们能奉献也好 如果他们可以奉献 最好出力也好 但是我们家 因为他们都很会做建筑 还有装房 因为家人都很厉害做建筑 和装房 我们要付出更多 我们就要付出更多 因为神给我们这些恩赐 所以他也卖地盖教会 他们就卖地 孩子没有反对 孩子没有反对 爸爸怎么说就怎么做 爸爸怎么说就怎么说 那一个月有二十天都在教会 他们全家这样来做这个教会 一个月用了二十天 就是去教会 十天出去赚钱 十天出去赚钱 赚钱又拿到教会 赚钱又拿到教会 最感人的是什么 最感人的是什么 其中第二个儿子 其中第二个儿子 因为他这些孩子都结婚了 也生孩子 那第二个孩子 第二个儿子 他就开着铁牛车 他开着铁牛车 到深山里面去砍那个很好的木头 他深山去砍一些很好的木头 带来要在家会用的 带来要去给教会用 他跑了几天都没问题 去了几次都没问题 结果有一天 结果有一天 他开那个铁牛车 因为那个山路不好走 要载那么重的木头 很多都很长 结果他跟那个车还有木头 就从那个山顶的路 一起摔到山谷 当场死得烂烂 结果个儿子就是 开着那辆车 和木头连人带车 一路滚到山底 谷底 这个对一个爱主的家庭来讲 打击很大 对一个爱主的家庭来讲 这个很大的打击 我都没有为我的家庭做了 都没有为自己家庭做过的事 他太太哭啊 孩子也哭啊 爸爸都是执事 但是哭完以后 口告完以后 他就跟他教练讲 我们的爱情不能断 继续把教会盖好 别人怎么说没有关系 其实有一些软弱的信徒就讲 你看 你们一定有人犯罪 孩子死掉了 不能盖教会了 有些人就是 说风良话 你们肯定有人犯罪 儿子都死了 起不了教会了 不但没有一起帮忙 不单止没有帮忙 说风良话 还说风良话 结果他们还是忍耐 人家怎么讲没有关系 爱主的心没有断 遇到这种患难 还是努力来建造教会 仍然是继续去起教会 到宪堂那一刻 大家都感谢主 如果教会没有这样的一家人 这样的牺牲奉献 怎么可能有看到这样的宪堂呢 那个教会 应该盖了我们港币 至少也是一两百万流 大部分都是他们出钱出力 后来大家都很尊敬他们 看到他们的爱心见证 所有来参加的外面来的教会 都非常感动 外面来参加的教会都很感动 不简单 不简单 患难的操练 是患难的操练 爱主的心没有断 爱主的心没有断 真的就有这样的人 真的有这样的人 你想想看我们自己 我们爱主到哪里去 我们爱主去了哪里 没有患难操练 因为我们就已经 主耶稣是谁都差不多要忘记了 没有患难操练 都差不多 都在哪里都不记得 做圣工又难 做圣工又难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爱主的心在哪里 不是嘴巴讲 不是嘴讲 实际的行动 有没有做出来 我们见到很多外主人见证 有患难 有患难 有操练 还是要爱主 仍然一样的爱主 神就是要这样的人 神就是要这样的人 我们看第五 我们看第五 苦难操练 我们的祈祷 苦难操练我们的祈祷 我们来看这个 丹尼里书第三章 看《丹尼里书》的第三章 丹尼里书的第三章 《丹尼里书》三章 俗诸斯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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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 但是他们也是祷告神 结果神子与他们同战 结果他们祷告神 神子与他们同战 他们没有受到豪华无伤 他们毫发无损 那同样的 但与李先知 他也遇到了这样的操练 我们看第六章 第四节 这里讲到总长跟总督 很多官长都要找丹与李的把柄 然后第四节后面一半句话说 只是找不到丹与李的错误和过失 丹与李在王公服侍 非常忠心办事 毫无错误 结果他们就在他的宗教的生活上面 来找他的把柄 他们叫那个国王制造一个假的 制造一个命令 叫国王下命令 那个命令真的是很奇怪 他说命令真的很奇怪 一个月你不能向任何方向 向你的神祷告祈求 一个月内不能向任何方向 你的神祈求一些柄 如果这中间有人犯这个毛病 就要把他丢到狮子坑里面 就将他扔到狮子下 国王不知道 国王不知道 这些人就是要对付丹与李 他们知道丹与李每天祷告三次 心里向着耶路撒冷 心向耶路撒冷 这里讲的耶路撒冷是比喻着神 这个耶路撒冷是比喻着神 所以你不要再教你祷告 耶路撒冷在哪一个方向 不是这样啊 是你的心要向神 是你的心要向神 真的有这样的耶 是真的有这样的 我也吓一跳 我也吓一跳 我有时候去访问 有一次我去访问 有些信徒说 那个以色列的方向在哪里 所以问我 以色列的方向在哪里 我说在心里面 在心里面 啊 以色列怎么在心里面 以色列怎么在心里面 那是讲做神 有面向神祷告 面向神祷告 你从香港真的看得到 以色列方向在哪里吗 在香港 你知不知道哪里是以色列 所以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想法 这个错误的想法 我们看到那个先知但里里 他一日向神祷告三次 他一日向神祷告三次 他这个是平常就这样做嘛 结果那个命令啊 就牵制到他的信仰 他被关 但是狮子没有咬他 但是狮子没有咬他 哇那个 国王隔天早上很早就来啊 大利利我的朋友你还在吗 国王一早就来到 大利利我的朋友你是不是在这里啊 我在啊 我说我在啊 你没有被狮子吃啊 有没有被狮子吃啊 国王很奇怪 国王真是奇怪 大利利都还能讲话 讲话说我在啊 怎么会被狮子吃呢 大利利都会讲话 怎么会被狮子吃呢 我叫他赶快把它拿起来 就把那些 骗国王造这种命令的人 全部都丢在狮子坑里面 这里记载说啊 那些人啊 还没有掉到地上 还在空中 狮子都跳出来 把他们摇了 那些人没落到底 在空中 狮子已经跳出来 这是一个苦难的操练 这是苦难的操练 但是在操练里面 但是操练里面 我们看到大利利 有这样的事情 他还是坚持他的祷告 其实我们在苦难的日子里面 其实在苦难的日子里面 神不会不顾我们 旧日先知也这样讲 旧日先知都是这样讲 我们来看 以赛亚书63章 以赛亚书的63章 以赛亚书的63章 的7节到9节 7至9节 旧约874年 第7节 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的 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 并他向以色列加所施的大恩 这恩是照他的怜悯 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 他说 他是承言是我们的百姓 不行虚假的子物 这样他要作了我们的救主 他们在一切的苦难中 他也同样受苦难 并且在他面前的使者 拯救他们 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 在古事的日子上 保抖他们 怀递他们 所以第9节这样说 他们在一切苦难中 是一切的苦难中 他们就是指他的子民 那些选民 以色列百姓 他们是指这些以色列的百姓 那第二个讲的 他也同受苦难 第二个他 是指同受苦难 这个他是指着救主这位神 所以百姓在苦难中 所以百姓在苦难中 其实主也在苦难中 陪伴他们 他也同受苦难 这个熬炼经过了以后 他就拆遣他的使者拯救百姓 所以不要以为我们在苦难的操练中 我们是很孤独的一个人 其实不是的 神一直在我们身边 也一直要看顾我们 只不过我们在苦难的环境中 你学会了什么 你得到了什么 你成长了什么 你的灵性品德有没有进步 你的信心有没有增强 你的信心有没有坚强 你各方面有没有长大 你各方面有没有长大 这才是重点 这个真是重点 我们看到丹尼里 我们看到丹尼里 跟他的三个朋友 一次一次的苦难的操练 一次一次的苦难的操练 一次一次的信心更加坚定 一次一次的信心更坚定 他们用什么来成就 都是用祷告 他三个朋友也祷告 他三个朋友也祷告 丹尼里也祷告 丹尼里也祷告 所以他得到很好的成长 他得到很好的成长 也能够在敌人的国度里面 被神高升为重要的观察 在敌人的国度里面 被称为最高的观察 最重要的灵性美好 大龙神实爱 大龙神实爱 有一个陈老姐妹 有一个陈老姐妹 好不容易年老要来信主 好不容易他年纪大来信主 当他先生是 他们原来是拜拜的 他本来是拜后仗 所以他决定不拜 所以先生就奇怪 初一时五 你怎么不拜 他问他你怎么不拜 他问他你怎么不拜 他跟他老公讲 他就跟老公说 我现在到尊业教会目睹 我不能拜 他先生就生气 你不做 难道叫我做儿子的做吗 难道要做儿子的做 我娶过来 你就是要帮忙做这个 家里的这个宗教宗教的寺庙的信仰 我娶你回来 就是要做教会 家企宗教信仰的事情 我问他你做不做 你做不做 我做 不做 打 一个老论家 被先生也是老了 打也是很难看 一个老人家 给先生 虽然都是老打 都很难看 就来聚会 那个脸都要抹粉 其实我不知道 为什么这个粉抹那么多 我开始不知道 为什么老人家 拆粉茶得那么好 原来被打黄红 或者有黑青 用那个粉抹很多 这样盖住 他先生很坏 他先生也很坏 给他剃光头 这样他就不敢出面了 去教会了 想帮他剃光头 等他不敢出面 他还是来的 他仍然都是你 他用那个帽 毛线帽 来参加聚会 他戴着个拦帽 帽子不能拿掉 帽子不敢脱下 有时候有一点头发 他还是盖帽子 他也是戴着帽子 为什么 有时候先生打到头 所以也肿起来 很难看 插药 头肿 他都查药 他还是来的 他仍然是来 问他 问他 你怎么不跟警察讲 为什么你不跟警察报案 这种先生家暴话 这些是家庭暴力 他说我不讲 他说我不讲 我去祷告 有患难去祷告 有患难我祷告 结果有一次 结果有一次 他要出来家门到站牌 到那个等车的站牌 他要去到搭车站那里 先生追过来 先生竟然追来 我衣服就拿上来 人真的那么多 在那边等车 开始腌衣走 那么多人在那边等车 就抓过来 砰 在那边打 用脚踢 大家看得很可怕 大家看得很可怕 这个时候 神感动一个年轻人 看不惯了 看不过眼 他就跑过来 你再打看看 老人家你再打看看 老人家你试下再出手 你打老太婆 我打你 你打老太婆 我打你 那个年轻人更大 力量更大 把那个老公打到住院 那个老公都打到住院 但是这个太太 他还是照顾他 但是老太太继续照顾他 因为先生这么坏 我就离开你了 虽然先生 我就离开他 他那么老 头脑很好 他不懂道理 没有来教会听 所以他不会 因为他懂道理 你教会听到 他住院他还是照顾 他住院 仍然他照顾他 要祷告 他跟他说 祝福帮助你 快快好 你快点好 结果他听得很烦 但是又不敢骂他 他虽然很反感 但是也不敢骂他 我常常打你 我常常打你 是神派一个使者 打我 是神派一个使者 打我 我不打你了 我不骂你了 我不骂你了 不要叫你的神 叫人打我 叫你的神 不要再派人打我了 哇 那个姐妹做见证 她姐妹做见证 很高兴 我要来聚会 不用受阻担了 她见证说 是她祷告主耶稣听了 她见证是主耶稣 谁听到她的祷告 但是很可惜 她先生没有来信 就这样离开了 就这样离开 他觉得遗憾 不过 他得到神的恩典 他后来受洗了 他得到神的恩典 他是希望他先生来信的 他根本没有考虑要离婚的 他没有想过要离婚 他说被打是一种运动 被打是一种运动 他说 哇 真的不简单 真的不简单 你看一个有主的信仰的人 一个有主信用的人 受到苦难的操练 年纪那么老了 他年纪那么大 他还懂得怎么去面对 谁给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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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哪里来 祷告 深化出的信心 每次看到他 我总是会笑一下 从心里就喜欢这种老人家 他的话不多 但是一讲下去的话 我们要想一想 真的有头脑 有头脑智慧讲的话 他一讲 我们就用脑子想一想 他真的有脑子 比一个大学毕业的还会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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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真的很乱讲话 有些人真是胡说话 讲话没有信用 讲话又没有信用 甚至讲得让人家伤害的话 又讲一些伤害人的说话 甚至看到人家脾气不好的话 有时讲些话又脾气不好 这样不好 实在不好 这个老太太 这个老太太 结果神特别恩待她 神恩待她 她连坐车等车都会看异象 坐在车上 他不用睡觉 他只要摸到一下 就看异象 天使来找她 在聚会的时候 看到唱师 天使在旁边跟着我们一起唱 他说那边有谁 这边有谁 神特别爱她 为什么这么爱她 他通过苦难的诚恋 学会真正的祷告 学会真正的祷告 是在神面前那种诚实的祷告 是神面前诚实的祷告 哇 真的很好 他真的有这样的人 借着苦难的操练 磨练出他的祷告 磨练出他的祷告 神喜欢的那种祷告 神喜欢那种祷告 所以苦难的操练 让我们能够学到 操练我们的圣洁 操练我们的心志 操练我们的忍耐 操练我们的爱心 操练我们的爱心 操练我们的祈祷 操练我们的祈祷 主耶稣说 要喝尽苦杯 我喝的苦杯 你们一定要喝 我喝的苦杯 你一定要喝 彼得前书四章一节说 这个是最好的兵器 这个是最好的兵器 就是讲受苦的操练 就是受苦的操练 是最好的兵器 你也能够效法主的这种 受苦的模范 你可以效法主这个受苦的模范 最后才能够达到主这边 最后才能够达到主这边 进入神的荣耀福度 愿神祝福大家 唱诗280首